第三集 1979年的年初 中共中央决定给99%的右派平反 在正式发文以前 社会上就传言 57年的反右要一风吹 又封文要给右派不发工资 一日上午 我和母亲正在看报 呼听吕声穷穷地来了一阵 来者是代号 他兴冲冲地说 哎呀 李大姐 你知道吗 共产党要解决右派问题了 张伯老该是投名啊 母亲一插手说 都是社会上吹出来的风 中央统战部可没透一点消息 我插了话 代叔 你别忘了 发落右派的各种原则和招式 可都是邓大人一手制定和操办的 接着 代号给我们母女 讲了一些 关于中共中央组织部胡耀邦 狠抓落实政策的事情 我却坚持认为 他对现实的判断过于乐观 而母亲并不关心自己的右派问题 只是想着父亲冤屈 过了些日子 代号又跑来 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 哎哟 电梯坏了 我是爬楼梯上来的 李大姐 小鱼 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说着 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纸 纸又薄又皱 是圆珠笔负写的 原来这是一份 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 老代啊 你从哪里搞来的 母亲问 李大姐 文件的来路就别管了 总之很可靠 从文件精神来看 右派真的要一风吹了 母亲说 这还仅仅是文件呢 不知落实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代号把附写的文件 小心翼翼地重新装入口袋 对母亲说 我要去告诉老孽 你在这吃了午饭再去不迟 不 我马上就去 母亲说 那我们就等你来吃晚饭 啊 她答应了 几个小时后 代号回到我家 那最初的兴奋之色 一扫而空 母亲问 你怎么了 代号一头倒在沙发上 苦笑道 我去报喜 反倒挨骂 是老孽骂了你吧 母亲给她递上茶语音 浓茶下肚 嘴吐出一个个烟圈 代号恢复了精神 她告诉我们 周颖先看的文件 一边读一边说 有了这个文件 事情就好办了 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 周颖要老孽也看看 老孽不看 她还带着冷笑讽刺我和周颖 说见到几张纸 就欣喜若狂 等平凡的时候 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李大姐 你瞧她的话 有多刻度 母亲认为 聂盖弩的话 不是针对代号的 我想 聂盖弩的满不在乎 是另一种欺然 这一年的十月 在北京举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名额十分紧张 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要参加 老的要借此恢复名誉 新的要正式登台亮相 总之 能成为一名代表 简直就是粉碎四人帮后 重新进入文坛议院的身份确认 及社会认可 许多人为此四处奔走 八方联络 各显神通 那时 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 林默涵家里的电话 铃声不断 对此 聂盖弩 表现得十分冷淡 周颖对母亲说 老聂说了 这种会参不参加两可 倒是别人比他自己 还要关心这件事 文代会开幕前夕 母亲接到周颖电话 说 我们老聂啊 正式接到开会的通知了 不久 又来电话 母亲把话筒递给我说 周颖找你 说有点事要办 我能办什么事 那边周颖传来的声音 小鱼啊 再过几天 就开文代会了 我家现在的来客 人就不少了 你的聂伯伯 也要去参加 我把从前的衣服 翻出来看了看 衬衫裤子 他都能穿 只有那件 华达尼风衣 大概时间割久了 被虫子咬了几个洞 你不是在监狱里 学过织补吗 你自己织补的 女子大衣多好呀 所以呢 我想现在就把风衣送过来 你用一两天的时间 给织补好 再烫平整 好吗 算你替我给聂伯伯做件事 我说 周颖啊 非要我织补 当然也可以 但我总觉得 这次聂伯伯参加文代会 你该给她买件新的才对呀 那好吧 我去买新的 电话被挂断 从语调上看 周颖显然不满意我的态度 可母亲称赞我 拒绝得好 就是不开会 她也该给老涅买件新大衣 母亲为周颖的抠门 还真的生了点戏 文代会结束以后 周颖来我家聊天 她说 聂伯伯要我谢谢小鱼 哎哟 谢什么 我又没能给她支补大衣 周颖转脸对母亲说 老聂啊 夸小鱼知道疼人 还说比我强呢 我被这样的一句简单夸奖 竟乐得合不上嘴 母亲问 老聂认为文代会开得怎么样 嗨 她压根就没去会场 所有的功夫都拿来会友聊天 她的房间呢 从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 连门都关不上 来的人有认识的 有不认识的 反正呢 都是别人来看她 她自己不出门 一个都不去拜访 这次大会 最初风头的是萧军 人也活跃 会上发言 说自己是出土文物 有人劝老聂讲几句 他不干 私底下说 别看都是文人 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 不歇风语 又说 如果这个文代会 能计算出 自建国以来 我们的领袖 为歌颂领袖 我们的党 为歌颂党 花了多少钱 再计算一下 从批判武讯传以来 中国知识分子 因为思想言论 丢了多少条命 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 才能看清现实 聂盖弩 看清了现实 看看那张沧桑的脸 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 也记下了 我能想象出 聂盖弩说这话的神情 笑咪咪的 带一点调侃 这计讽的神情 和轻描淡写式的语气 使我透过文学为目 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 一个服从社会背后 掩盖着的不服从 正是这样一个不服从的灵魂 让聂盖弩 在一个要求向前看的场合 发出向后看的呼吁 在和谐的乐章里 弹奏出非和谐音符来 1980年 聂盖弩病了 病得不轻 住进了医院 母亲约了朱敬芳 陈凤夕一起去探视 周颖告诉母亲 老聂住在邮电医院 母亲去了 还买了许多补品 聂盖弩见到这几个大姐 非常高兴 趁着周颖到外面 买晚报的功夫 她用一种自嘲的口吻 对母亲说 李大姐 你知道吗 我住在这个医院 是沾了老婆的光 我现在呢 不仅是沾了老婆的光 而且还沾了朱学范的光 母亲知道 周颖和朱学范 在总工会 邮电部 民革中央 是几十年的同事 朋友 和上下级关系 郭劝卫道 老聂啊 你说这话 我可要批评你两句了啊 人家周大姐 通过朱学范 让你住上最好的病房 给你找到最好的大夫 又怎么不对了 陈凤夕和朱敬芳 也附和着母亲的观点 聂盖弩 沉默了 八十年代以后 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既是官方提出的口号 也是每个人渴望的目标 十亿人民九亿商 还有一亿等开张 各个都想做桃珠公 富甲天下 邓丽君 喇叭库 素容咖啡 万元户等新事物 如洪水突发 滚滚而至 在意识形态领域 人们觉得 比从前宽松了许多 性描写 意识流 朦胧诗 像时装展览一样 不断地花样翻新 也就是从八十年代起 周颖不再常来我家 她在民革中央 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 母亲也很少去新园里 她对我说 老聂安心写作 和周颖一起过上好日子 我们也就不必去打搅了 但从朋友那里 一次次传来的消息 似乎并非是过上好日子 他们说 老聂的脾气越来越怪 常对周颖发火 又说 老聂的心情不好 一天说不了几句话 整天就躺在床上 再又说 老聂气色也坏 不爱吃东西 光抽烟 别人送的高级食品 和高级器皿 都胡乱堆在地上 或嘎栏 母亲越听越不放心了 她请朱镜芳 陈凤夕 去看看老聂 再好好聊聊 患难时期都熬过来了 现在团圆日子 反倒过不好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 第二天 朱镜芳和陈凤夕去了 当日下午 朱镜芳就来到我家 向母亲汇报 说 去得很巧 周颖不在家 我和陈大姐对老聂说 李大姐听说 你的心情和身体都不够好 特地要我们来看看你 老聂见到我俩很高兴 还责怪说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们却都不来了 母亲说 老朱啊 造成她心情郁闷的原因是什么呀 你们问了吗 问了 她说了什么吗 说了 吐了这两个字 爽快的朱镜芳 竟停顿下来 怎么了老朱 母亲很奇怪 朱镜芳神色七米 语气低沉地说 聂盖鲁对我和陈大姐讲 你知道 我现在头上的帽子有几顶 我们问 说有几顶呢 老聂拍着脑袋说 有三顶 我俩奇怪啊 就问他 怎么会是三顶呢 他说 当然是三顶了 我扳着手指给他算 右派帽子一顶 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顶 那还有一顶呢 我问老聂 老聂说 这最后一顶 还用我说穿 老聂讲到这里啊 脸色铁青呢 母亲惊骇不已 她向朱镜芳伸出张开的手掌 仿佛要阻止这个消息的到来 朱镜芳压低了嗓门 继续道 老聂又讲 她要是美人 碧月修花也行 英雄爱美人嘛 她要是少女 青春二八也行 春心难易嘛 可她什么都不是 是又老又丑 年轻的时候 就有过这种事 一次她彻夜不归 我知道人在哪里 早晨六点 我去了那位诗人的家 推开门一看 两人睡在了一头 我没叫醒他们 轻轻地把门带上 走了 让他俩睡吧 那时是因为年轻 可现在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做了大牢 判了无期 老朱啊 你这个当法官的 能解释给我听吗 老聂啊 越讲越激愤 他又对我们说 现在他和我 只剩下一种关系了 我和陈大姐听不懂啊 就问 那这剩下的一种关系 是指什么 老聂瞪大眼睛说 金钱关系啊 还能是别的 我再告诉你们 我死以前 会把自己所有的稿费存款 都交了党费 一分不留 母亲脸色惨期 激动地在房间里 走来走去 待情绪平静之后 母亲对朱镜芳说 解放前啊 他们的婚姻 就出现过裂痕 干奴想离婚 周莹把事情 告到邓颖超那里 干奴受了周恩来的批评 这件事啊 后来一直影响着周公 对干奴的看法 没想到啊 他们夫妻头发白了 却又起波澜 最后 朱镜芳告诉母亲 老聂啊 反复念叨的一句话就是 我知道女儿 为什么自杀了 我也知道 那个遗嘱的含义了 在经过了人生的艰难 与惨力 在体会了 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弃之后 聂盖弩带着内心深处的荒凉 带着任何人都无法解救的寂寞 带着最隐秘的生活体验 终日写作抽烟 埋头读书 沉思 他以文学为精神方向 以写作为生存方式 继续活下去 有如一夜孤帆 远离喧嚣的港湾 驶向苍茫大海 聂盖弩的晚年生活 简朴 简单 简洁 以至简陋 与合得来的朋友聊天 对异 唱贺 便是他的乐趣 人虽无大样 却精神脾脆 所以 血和毒 大半在床头 后来 他连提笔的精神也没有了 便找了个人口述 还对记录者说 稿费归你 我曾问 聂伯伯 你现在喜爱什么 哼 我爱精圣叹 除此以外呢 除此以外 我谁都不爱 说这话的时候 他眼神坚定 口气决绝 晚年的聂盖弩 在谈论精品梅的时候 反复强调 从历史看 灵肉一致的夫妇 是极为稀有的 即使对家庭夫妻间 灵肉一致的关系 有人觉醒了 却少实现 家庭抵视 有烦忧 天壤和婴 少自由 不做夫妻 便生死 翻叫骨肉 盼恩仇 这是聂盖弩 为宝玉与黛玉 提示中的前四句 诗是对红楼梦 风雾思情的涌叹 但一番人生经历后 诗人内心之沉痛 却也禁运笔底 我想 夫妻可能是世界上 最复杂的关系了 因为爱 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 有时爱里面 就藏着恨 我认识到这一点 方觉自己 比较理解了 聂盖弩后期创作背景 以及他的孤分 冷克 一天 我去吴祖光家闲坐 聊起了聂盖弩夫妇 吴祖光说 周颖和聂盖弩啊 是模范夫妻 我说 据我所知 情况好像不是这样 吴祖光表情严肃 语气直接地说 一和 他们就是模范夫妻 我回家翻开聂盖弩的诗集 细读 他患难时期 写了许多赠周婆的诗 诗好 感情深 我很迷茫 心想 大概夫妻之间 可以时爱 时恨 且爱且恨的 从此 我不再向任何人 议论或提及 聂盖弩的家庭生活 春发下凡 秋速东雕 人生也如四季 出狱后的聂盖弩 其生命年轮和心理历程 都到了秋冬时分 但他的文学之术 却无黄叶飘零 声誉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 蒙渊半生 而未登青云之志 但逆境 却是聂盖弩 光滑四射 诗作不断 文章不绝 他的诗集 文集 陆续出版 从刚开始的游印本 到后来的香港本 聂盖弩 都要送给母亲和我 如南山草 三草 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等 每本书的《非夜》上写着 赠建生大姐 干努 赠一和侄女 干努 每本赠书 都是托请他的好友 陈凤希送来 1931年 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凤希 是北京日报的老编辑 汕头人 华侨出身 秀丽而优雅 曾做过何湘宁的秘书 他的丈夫金满成 是法国留学生 曾与陈毅 桃源三结役 解放后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译 和聂盖弩 是同事加好友 1957年 又一同化为右派 金满成去世后 陈凤希六十岁学征 七十岁练书法 八十岁席绘画 如此超凡脱俗 雅去无穷的人生态度 令聂盖弩 心陷不已 估他们往来密切 聂盖弩没有星座 必请陈凤希过目 诗座的集结 也渗透着陈凤希的心血 难怪母亲叹道 看着老聂和陈大姐的往来 就像在看一首诗啊 陈凤希是聂盖弩的密友 他去聂家 一般是在近五十分 聊上一阵 便会从草篮子里 取出自制的沙拉 红菜汤 烤虾或烤猪排 黄油 果酱 切片面包 拌平中国红 让老朋友和自己 美美地同享一顿西餐 在汤菜的香味和热气里 满面笑容的聂盖弩 弹性甚浓 谭笑间 胃口很差的聂盖弩 不知不觉地 会把东西吃光 在陈凤希收拾好餐具 擦进饭桌之后 聂盖弩一定和他对弈 下围棋 时间富裕的话 走两盘 时间不多 就下一盘 1982年初 散衣生诗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聂盖弩立即托陈凤希送来诗集 母亲奇怪地问 这老聂怎么送我三本呢 陈凤希笑道 老聂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啊 周盈也问 你怎么拿三本出来呢 人家老聂说了 送李大姐一本 小鱼呢 同我是难友 要送小鱼一本 我出狱这么长的时间里啊 小柴每次陪李大姐来 都要带上一条肥鱼做给我吃 我吃了它那么多的鱼 就不该送小柴小宁一本吗 这里说的小柴是我的姐夫 小宁是我的姐姐 我不懂什么叫散衣生 问陈凤希 陈凤希说 我也不太懂 可老聂说了 就是要人家看不大懂 散衣生 本是西州一个大臣的名字 盖弩借用他 试取散和以两个字 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 我觉得 聂盖弩是个淡薄名利的人 但不属于张薄居那种 文人默刻的散淡从容 他的精神和情感 始终关注着国家 社会 就是压在大牢 也从未放弃过这种关注 聂盖弩去世之前 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杂文 是对盲流现象的议论 担心农民进城后 土地被荒芜 忧虑进城后的农民 没有房子住 既忧患于生存 更忧患于灵魂 他的诗作所具有的真实 而深刻的品质 源于此 他的奋匪及怨棒 也源于此 散一生诗 很快轰动了文坛 文学界兴奋 批评家颂扬 颂扬之语 传到涅盖弩耳朵里 他笑笑罢了 一天 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 读了诗集后 登门拜访 寒暄了几句 便弹起了散一声 遂问 老涅啊 百读大作 佩服之志啊 不过我还想问问 你是怎么找到乔木 请他作序的 煞世间 急语昼智 黑云飞扬 奋急的涅盖弩 一按而立 怒气冲口而出 吏声怯耻道 妈的个B 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 就叫那篇续搞坏了 主人盛怒 令难堪的来客 漠然而退 涅盖弩遇到晚年 其刚烈之气 欲为显阳 他对腐朽 污秽 庸俗的事物 有着超乎常人的 敏感与愤怒 说句公道话 懂诗 也写诗的胡乔木 是打心眼里 欣赏涅盖弩的 作者以热血和微笑 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 他的特色 也许是过去 现在 将来的史诗上 独一无二的 我截取的 散衣生诗 序里的这段话 足以说明问题 今天主管 意识形态的官员 大概没有谁 能写出这样的诗序了 所以我来说 没什么 可是我 你应该说 你能写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